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每个人都被生活 被生活的现实 磨得失了所有情怀 然后逐渐生出沉重冷硬的怨 这怨转化成底气十足的 扭曲的刻薄心态 来看待那些人怀有情怀 看起来矫情 不知生活艰辛和现实的人 说真 这种心态实在略可耻 我仍旧觉得 那些体尝过生活的苦 社会的现实 活的本质 却仍执着的心存情怀与美好的人 永远是值得赞赏 且不可揣夺的 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值得活着的人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安妮宝贝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 来自一位教师 同时也是一个公众号 西食堂的创作者 叫小老虎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播出过他的文章 反响也很好 今天的这篇名字叫做 但愿此情长久 哪里分地北天南 如果你想听到我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游记得第一次读到南淮锦先生的聚散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 便一直萦绕于心头 挥之不去 一想 对于那时刚走出校门的我来说 或许 只是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 未复心词强说愁的旷味 而今 食了些许愁滋味 却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倒天凉 好个秋 临近十月的苏州 气温随之骤降了好些 出门在外的人们 也都换上了秋装 披上了外套 喧闹的街道 拥挤的人群 即便是傍晚的阴雨 还是没能阻挡住人们 欢度节日的热忱 这份相聚的热闹 让人心悦 但独处时的那份宁静 更让我安在其中 绕开车水马龙的街道 独自走进粉墙带瓦的江南小巷里 任思绪 随着青石板路的穷音 一步步向前 街道两旁 颇具古风的商铺 透露出来点点亮光 此刻看来 倒是像极了 儿时空旷田野上的 星星火光 那时美美到中秋 我们都是那般的迫不及待 守候期盼着夜幕的早些降临 咬上一口必须要吃的月饼之后 趁着父母不注意 便一个大步冲向门外 掏出塞在村东头矮墙缝里的火把柜 一路飞奔到刚收割完稻谷的田地里 浩月清晰下的庄稻地里 静带火柴扑吃一声 滑亮夜空 我们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火把 空旷的田野间 即刻回荡着 冲啊冲啊的追逐叫喊声 凉爽的秋风 岂无的火把 这般弄轻盈的天地 真是 何似在人间啊 待到火焰燃尽 满头大汗的我们 便放慢了脚步 将散落的稻草根 剪食成堆 买好红薯 明知道一时半会儿熟不了 可心急火燎的我们 谁都忍不住 一次又一次地 撩起火堆 明月下 颤抖的火苗 奏着霹雳啪啦的乐章 我们蹲坐于田梗间 且听风吟 这些年回到故乡 当时的明月 依旧还在 只是年少的我们 都已长大成人 奔走在异乡的生活里了 现今的孩子们 也都乖乖地 在家玩着游戏 一片辽阔荒芜的田地里 恐怕再也见不着那些 追风的火光了吧 江畔何人 初见月 江月何年 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何年 江月何年 知相似 这样宁静的月夜 如此寂寥的乡村 我想 应该就是此番模样的 生命意境吧 当我再一次 蹲坐在燃起的火堆旁 已是十多年后的秋日傍晚了 儿时的玩伴 变成了身旁的一名名学生 而我 更像是成了这些孩子中的一员 从一个小小孩童 到一位翩翩少年 从阔别熟悉的家 到告别熟知的校园 年幼的他们 从小便懵懂感知着 生命中的聚散离合 2012年的中秋夜 那一轮角月 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 悲战狼 欢喜空 离人别语 年岁同 连里寒尽 难解 连外春风 一更 一更孤灯 浮生 若此 聚少 离 多 毕业 毕业那天 一年级的孩子 拉着我的手 问道 老师 你也要一起毕业吗 那我们 还能再见到你吗 望着那双 扑闪着的明眸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 渐渐长大的他们 有一天会懂得 一件事情的结束 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 就像他们有母亲墙包里的婴儿一点点长大一点点长高 就像他们从幼儿园生到一年级 就像几年之后他们变成方金的离人 而散了的人 有的成了生命中的过客 有的相遇重逢 再续前缘 有的则走进我们的生命里 触进了我们的心里 一念起 天涯 只是咫尺 一念灭 咫尺 竟也是天涯 此情若长久 又哪里分 地北天南呢 这样想着 猛一抬头 我才木然发现 已走到小巷的尽头 夜凉如洗 桂花浮育 蒸月满天街 静密的空气里 秋风溅起的星星火苗浮现在了眼前 我又嗅到 我又嗅到了月光里 家的味道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厨房 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 伴着花谢层开的芬芳 在梦碎的时候出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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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再见 美丽的疼痛 再见 青春 永恒的迷惘 迷惠 迷惠从记忆的指尖滑落 带着哭过 带着哭过呐喊的绝望 带着无声无助的彷徨 从无效的风中花落 再见 青春 再见 美丽的疼痛 再见 青春 遥远的幻想 再见 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我看着遍体鳞伤的年华 感到痛着心扉的惆怅 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 陷入深不见地的悲伤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团团 再见青春遥远的幻想 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